你还没想到 雪凌啊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蒋总 我还真想跟您汇报这事呢 在这个结果眼上 雷宇正突然出差这事 实在有点蹊跷 怎么说 这几天 我一直在推进娱乐城融资方案的事情 早早地就把项目书交上去了 我还让老雷总亲自去推进 可小雷总呢 非但没有给我明确答复 反而避而不见 您觉得这正常吗 小林啊 你谨慎行事的风格 我很欣赏 不过啊 这事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作为副手 你要全力帮助于尊长度 不 别的事情 大可不用操心 可江总啊 你为新生考虑的心思 我都清楚 可我最近想明白了 一味彻周宇天 对我们没好处 你想想 如果宇珍成了我的女婿 那宇天和新生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娱乐城的项目 那还不是水到渠成 樊绿是我的宝贝女儿 雷征的孩子不错 要是能够跟樊绿走到一起 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小林 你说呢 你说得没错 非常好 我说 爸 您急着叫我回来 是有事要吩咐吗 余晨啊 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 现在正是娱乐城项目推进的关键时刻 上上下下的人都在找你 这不 小林还跑到家里来问了 娱乐城项目 是爸的一个心愿 也是你接管宇天后的一个很好项目 这事要是做成了 你在众多股东面前也能更负重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爸 娱乐城这个盘子太大 投入的资金量也大 光是蒋叔的心胜 可能远远不够 所以 我最近一直在为融资这件事情 东奔西跑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了 好 你胸有陈竹 不过 我就不多干预了 不过你要记住 做大事 既要有勇 还有谋 我能震慑一方 当然了 先谋定再说 好了 爸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您就放心吧 还有个事 我想问你 你说 你就不觉得 你爸一个人在家里 太亲近了吗 我 听见吗 嗯 屋里不是有段数的吗 不过 您这话我听出来了 您是不是想找我老爸 臭小子 乱你老爸开玩笑 我是说啊 你现在啊 应该把你的婚姻大事 推到日程上来了 老爸 我看出来了 如果不逼你啊 你是想 把我这个做爷爷的愿望 带到棺材里去 是不是 你到底跟樊绿现在怎么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你说说 你们俩是什么打算啊 什么什么打算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说爸 咱们娱乐城项目才刚开不久 正是较劲的时候 樊绿不也刚回来吗 再说了 这又不是挑衣服买白菜的事 您不能着急啊 不急 不急 你看看爸爸的现在身体 指不定哪天 这里的又拴上了 这下 我连抱孙子的愿望 可能也实现不了了 我能不急吗 行了 爸 孙子 孙女 都少不了您的 你呀 沉添的就糊弄你老婆 去吧 去吧 去 对了 你有空啊 去看看你少姨 不知道她现在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挺不容易的 我过两天就去看她 来 雷总好 这有人坐吗 雷总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吃饭了 我以服私法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吃个饭 雷总 你不光客气 您这 是 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搪塞了 那还要怎么样啊 坐下 陪我把这顿饭吃完 这要求不过份吧 我说小苏 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吧 聊着聊挺高兴啊 合逾 余真哥 你这几天到底是去哪儿了 电话不接 微信也不回 我都担心死你了 对不起 雷总 蒋总 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要谈 我还有工作 我先走了 还看哪儿 人都没影了 蓝莉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还要问你呢 余真哥 堂堂雨天的老总 你怎么突然跑到员工食堂来了呀 该不会是体恤鸣情吧 还是留原因 我留员工食堂怎么了 我的食堂 我跟下属们一起共进一个午餐 有什么不妥啊 好啊 我也是你的下属 你可不可以赏个脸 陪我吃个晚餐呢 我都几天没见你了 好多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汇报呢 要不就今晚吧 蒋绿 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 要不咱们改天 我就知道你会搪塞我 好了 今天晚上真有事 下次再约 乖 余真哥 陈蓉 如果时间能倒流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你的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初我极力拦下你 不让你去云南 是不是你现在就能够平安地 站在我面前 我们又能像往常一样 寄荐 喝酒 在这棵树下 畅想自己的未来 幻想着 我们一起到老的场景 雨生来了 张霸 少爷在吗 在里面呢 少爷 少爷 雨争 来 让少爷好好看看 今天哪 哪儿都不许去 少爷给你做你最喜欢的清蒸鱼 赵妈 买些菜 再买条新鲜的鲈鱼 我给我们雨争 做她最喜欢的清蒸鱼鱼 还有大闸蟹 好 辛苦了 赵妈 嗯 这个 是你家呀 对啊 进去吧 不是 你怎么提前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雨争 雨争 好酒都没做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口味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 多吃点 谢谢少爷 我这天天啊 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就是想这口 甭管跟哪个餐馆比啊 就是您的清蒸鱼鱼最好吃 你们两个每次一上桌来吃饭的时候 就抢着吃一条清蒸鱼鱼 我还记得那个坏小子 所有的鱼子放在桌子上 往往便前一推 就跑去跟您告状了 说我把能吃的全部都吃光了 他什么都没吃 你们两个小的时候啊 简直就是一对混世魔王 左连右舍没有不怕你们的 可也没让少爷少操心 周先 少爷 您身体刚好 受不了风寒 您多保重 有时间我再来看您 拜拜 来 雨珍啊 知道你忙 不过有时间常来家里坐呀 郑荣不在了 她看到你多少也是个安慰呀 知道了 我会常来看看你们的 走了 您订的花吗 不是 好长时间了 过不少几天 就有人在门口放一束康乃馨 您知道谁送的吗 从来都是只看到花 没见过人 我说 杜小姐 好巧 雷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不应该离这儿挺远的吗 我就随便转转 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那花是你送的吗 是 看来我没猜错 看来我没猜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那束康乃馨 我猜 就应该是你送的 我也不记得 我到底送了多少次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 每隔几天 我就会想到这里 把花放在门口 然后远远地看着 然后远远地看着 只要看见每一次 有人把花取走 我就感觉 心里头踏实了很多 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可是已经习惯了 我能理解 真的 你真的能理解 其实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郑融 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怕少爷不愿意见到我 我知道我们两个都需要时间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是郑融的妈妈 她在我心里 也就是我的妈妈 我想 她每次看到那束康乃馨 她就会想到 有一个和郑融一样 爱她的孩子 还在爱着她 这样我就很知足了 有个地方 好 您 您要是愿意 带你去看看 走吧 谁呀这是 这没见过这么敲门的 一片累得慌啊 房东大哥 快快快 快 快请进 快请进 您怎么亲自到访了 房租不是刚交过了吗 不是房租的事情 这 这叫我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 这个 李大哥 这房租真的不能再涨了 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我选得 你们小姑娘 出来打拼也很难的 是吧 是吗 我就知道李大哥是好人 是 您放心 等有一天我跟小苏发家致富了 我们一定好好报答你 那我先想要喽 小姑娘 小姑娘 这个事情呢 我还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个事呢 有些 说来说去 你还是要涨房租啊 我没说房租的事情呀 我的意思呢就是 对不对啊 你别去 原来是一看见漂亮的姑娘 死了就打转了 大嫂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行了 姑娘 我又不给你兜圈子了 这房子我们怎么要卖掉 卖房子 开什么玩笑呢 我们这住得好好的 你们怎么能说卖就卖呀 小泽 是 我要跟他离婚了 这房子就必须得买 你说是吧 离婚 谁是要离婚了 这 这个假离婚也是离婚呀 我跟你说 我要把这房子卖了 再去买一套房子 你知道现在黄埔家的房子 一天一个价 长得厉害 你知道吧 搬走 三天以内 我就来收房子 你老是看 看 看怎么看 看不看 没见过漂亮的姑娘 真是说 不是 大嫂 你 你把人家吓哭了你 就是嘛 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离婚 跟我这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何勤飞 你刚才跟我过来出事了